到省钱我们来看看通勤族 日前就觉得这个月票应该蛮省钱的 是交通部演你推出的这个交通月票 但有客运业者担心 目前尖锋时段的运能和人力都已达极限 无法再加开班次了 如果月票上路旅客增加 恐怕会出现有票没车搭的窘境 客运门一开旅客依序排队上车 连假期间搭车人潮多 交通部日前拟定利用意后特别预算 规划北北极头月票 每月每人1200元 不限次数搭乘公车客运等 但有民众担心未来搭车人潮会暴增 我觉得现在搭客运的人太多 就很急啊 就是上车就可能五六个位置而已 那是不是政府补助更多 让他们加开车多 然后大家也可以搭得快 上班大家都方便也省钱 客运业者也忧心班次会供不应求 因为目前客运尖锋时段 运能及人力已达极限 就怕未来月票上路后 旅客人次若大幅增加 空出现有票没车搭的窘境 尤其短程客运 像基隆到台北 桃园到台北最受冲击 那是不是会造成说买了票的旅客 没有办法有位置可以坐 旅行扩大招募不如全面的检讨 目前已经17年没有调整了 国道的票价结构 也有客运业者担心中央如果实施 北北基头1200元的月票后 发现经费不足 是否会重演双北先前1280元月票的经验 要求业者折让 但客运业实际上已经无法承担更多亏损 公路总局强调 未来月票优惠差额会由中央地方共同负担 不会转嫁给业者 预计也会在3月提出扩大征裁方案 协助业者补足人力 但相关配套恐怕还有在政府与业者 进一步沟通改善 接下来 台北采访报导